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D中的男主角的作家AE86在山路中飘移过弯 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 丰田86正是丰田向AE86致敬了一款产品 延续了前至后驱的设计 来自斯巴鲁的水平对质发动机 帮助86将重心降到最低 而冲长与刚进也正好是86毫米乘86毫米 当然 丰田86的魅力不在于马力 而在于弯道功力 在于飘移能力 所以 即便功率平平 也有不少人认为 丰田86是百万元内最具驾驶乐趣的车子 30万到40万档马自达MX5 价格区间33.9万到34万 想获得极致操控机 小极正义 轻视王道 马自达MX5就是如此 车长仅4.02米 整对车重仅1176公斤 马自达MX5在国外已经销售了很长时间 自1989年上市以来 销量已达到100万辆 受到众多汽车爱好者和汽车媒体的好评 而且获得过很多奖项 40万到50万档雪佛兰科卖罗价格区间 45.58万到49.98万大黄蜂 这个看过变形金刚的肯定都知道了 科迈罗SS单纲变形金刚系列电影中 《大黄蜂》一角后 在中国殖民度迅速标准 由于国人分不清SS和普通版 因此但凡是科迈罗都统一被历称为大黄蜂了 科迈罗在排量压缩上非常积极 启用了2.0T新引擎 进口综合税率大降至54% 平行进口起步价是比较低的 2.0T的价位跟国产大众CC2.0T相当 不能不提的经典福特野马价格区间 39.98万到70.5万福特Mustad野马 有平民法拉利之称 是美国三大平民好车之首 外形朴实无华 但从骨子里散发着一种野性 毫不搅容造作 一切以实用为主 是野马的一个突出特点 50万以内的平民好车很多 远不止这些 以上都是性格的私心推荐 并且这些车在消费者群体中 也积累了一定的口碑 值得入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